经过三年时间 官民有望很久的南岛观治党以及少年博力观 在观众里面 曾经很多座地橫属性的建政下 欢喜真菜乐身 新建众金区达到6千多万内党公民观赏 国立党建杜员也讲 包括一楼的三行李一会所 以及三楼的公伴民营 土英中心丁社福典院 中作福大南岛地区乡亲 专身的公司建杜在民族路到文化路口 是最东西吧 这种新建后的都公民南岛观 移动和少年博力观 在观众里面前和地方属性 以及三平社区专门 专人的共同参议 欢喜来全菜乐身 那么这一栋建筑物 是在108年就开始动工 大概将近三年的时间 今天启用 一楼是我们社区活动中心 还有社区发展社会 大家共同来使用 二楼是青少活动福利中心 三楼是投育中心 这样是对我们社会福利才有达到一个真正落实 帮助年轻人解决家庭问题的一个最好的方法 这样一栋非常漂亮的建筑物在南投市的三星里落成 也欢迎所有的好朋友 大家可以齐聚在这里使用到各自的需求 我们也感谢县长对于这个活动中心的用心 然后对于托育中心跟儿少中心的用心 也宣示了我们南投县南投市 对于所有小朋友的用心 请接牌 新建总经会高等六千多万的都公民关系 包括一楼的三省里这一会儿 其楼的社会好地好不中心 以及最重要的在三楼 专官第一间公办民营特营中心 官邸里面很希望能够来少年人 愿意激生金 我想这个是主要是为了要照顾 我们南投市 这个年轻人因为生小孩 就没有人照顾 所以我们新建 积极的新建 投育中心让我们年轻人 这个去工作 白天去工作 小孩子有人来照顾 所以我们这一栋三楼 投育中心可以容纳36位的婴儿 零岁到两岁 给他们来照顾 南投二社会议官 还得到建筑原野奖的公园 官邸里面子也贪到新电类 来标荣宣布这个好消息 并希望这种都公民 南投官 伊藤和少年好立冠 在进士可以用后 可以做好有需要的官民 欢迎大家 都在档前来多多利用 记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